欢迎大家继续来到税法的好题特训营 这一讲我们学资源税 首先呢要跟大家说一下资源税的考试情况 考试重点非常明确 三方面 第一个是关于资源税的征税范围 第二个税收优惠 第三个就是考察资源税的计算 在考计算的时候呢 一定会结合税收优惠 结合适同销售 一起来考计算 这是它的一个考试重点 那在考试的时候呢 一般情况下考察单选题或多选题 也就是它的分值就在1.5分或者2分左右 但是在前年的时候考察了资源税的计算题 那计算题呢 它的分值就到达了5分 所以关于资源税这个税种来说呢 我们大家还是要引起一定的重视 不能掉以千辛 那关于资源税的学习一点都不难 所以这个分数我们还是要争取拿到手的 那具体这里面涉及到的核心考点 我们一个个来看 首先第一个是关于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和税务的一些规定 首先拿税义务人 谁要交资源税呢 要注意两方面啊 第一个是开采了我国的应税资源的单位和个人 是开采方 第二个 应税资源指哪些 它是有范围的 那应税资源的范围是哪些 也需要注意 这两点需要重视 好 那我们一个个来说 首先第一个 开采应税资源的单位和个人 那我问你 对于商贸企业来说 它从外面外购过来应税资源 再对外销售 它要缴资源税吗 不缴 因为不是它开采的 对不对 这是第一点需要注意啊 对于商贸企业来说 它不属于资源税的拿税义务人 好 第二点 我们说开采应税资源 拿着开采出来的资源产品 对外销售 它要交 那你去想 这个是一个卖房税 还是买房税呢 卖房税对吧 好 那考试的时候 如果说购计应税资源到单位和个人 它属于资源税的拿税义务人吗 不属于 所以考试的时候 看见购计方了 你也要给它pass掉啊 购计方也不属于资源税的拿税义务人 好 这是开采这需要大家注意的这两点 好 第二个呢 是关于应税资源 哪些是应税资源都在这个税目表里 它的范围 这里有一些需要注意的细节规定 我们一会展开来说 好吧 在这个应税资源范围里的 那要交资源税 不在这个表里的 就不用交资源税 这是拿税义务人 这定义上需要大家注意的两点 好 接下来提示里的内容非常熟悉了 进口不争 出口不退 因为我们说开采我国的资源要交资源税 现在进口的话不是我国资源不交 出口的话 出口的也是我国的资源 你要交 要交也就是说不退税 对吧 进口不争 出口不退 那前面学过的一个税呢 比较像哪个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可以结合起来啊 一起进行记忆 好 接下来 下面你再来看这页PPT 说的是资源税的 视同销售 它的规定呢 跟消费税又比较像 那你在记的时候 跟消费税一起结合来记 你看第一个 是拿着应税产品 用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捐赠偿债赞助集资投资广告等等 跳出了资源税的征税范围 对吧 你拿着这种东西给别人了 你就要来交资源税了 需要视同销售 那第二个呢 是用于连续生产 拿着应税产品 连续生产 非应税产品 这种情形下 在你生产领用的时候 就要交资源税了 这是这两个 需要视同销售的情形啊 跟消费税一样 如果拿着应税产品 连续生产应税产品 这个过程里面 在生产领用的时候 还要交吗 不用了 等最后应税产品 你最后生产出来之后 再对外销售的时候 你再来交资源税就行 对吧 跟消费税一样 没什么特殊的规定啊 好 接下来 税募证 税募这里呢 记忆的话 你用把这里面 每一个非常详细的 给它记住吗 我觉得也不用啊 记的话 你如果每一个都记得 非常准确的话 一没必要 二难度非常大 那记的话 首先 关于资源税 这五个税募大类 咱们要知道 能源矿产 金属矿产 非金属矿产 水汽矿产 还有一样 这五大类要知道 然后这每一大类里面 有一些需要注意的细节规定 你再留意一下 剩下的 就结合着习题 来巩固一下 加深印象 然后课下呢 再去利用碎片时间 多记就行了 这是关于资源税 税募大家的一个复习方式啊 好 那关于每一个税募大类 这里需要哪些呢 哪些需要大家注意呢 我给大家来说 首先能源矿产这里 原油属于 应税资源 但是不包含人造石油 人造石油不属于 好 下面 天然气 液延气 天然气水和物 它也是应税资源 是天然气和水 在低温高压的状态下 形成了一个天然气水和物 是可以燃烧的啊 它也是属于应税资源 然后煤层气 天然沥清地热 这些呢 都是应税资源 金属矿产这儿 哎 你看一下就行 这些没什么要特殊提示的 非金属矿产这里 你看火山灰 火山渣 泥炭这些 你看下了 你觉得它没用是吗 这些啊 也是资源产品 也是应税资源的范围啊 火山灰 火山渣 注意一下 也是应税资源的范围 水晶矿产这儿 我们呼出来的二氧化碳 属于应税资源 不要觉得它是温室气体 它有害气体 不是啊 二氧化碳 你想 固体状态下 它是不是叫干冰呀 是可以燃烧的 对吧 它也是属于应税资源的 所以二氧化碳 留意一下 是属于资源税的征税范围 那它属于环境保护税的征税范围吗 不属于 不属于啊 二氧化碳 它在资源税这儿 它不在环境保护税这儿 好 这个非常容易搞瘟 你注意一下 然后眼里面天然卤水 属于资源税征税范围 这个是税务这里 提示大家的内容 那下面我们就通过题目 来看一下 来看这个 只做好题八个二 说下列生产或开采的资源产品中 不属于资源税征税范围的 有哪个 又是一个反向选择的题目 问你的是不属于 那做题的时候 别忘了反向选择 来看 人造石油 直接刚说的 对吧 不属于 A选出来了 就选它 你看B 天然卤水 C 煤层气地 地热 这些都是应税资源 对吧 刚刚我们提示过 来看下一个题 这个呢 说是应当征收资源税的 有哪一个 A 低风度油气天 开采的天然气 这个知识点呢 就跑到后面的税收优惠了 天然气它是属于应税范围 只不过低风度油气天呢 有税收优惠 是可以减20%的 有20%的税收优惠 但是它也是要征收的 A要征收 没问题 2 来看B B说 深水油气天 开采的天然气 它是可以减征的 减征30% 但是它也是 优税资源 也没问题 C呢 人造石油 又出现了 它不属于 D 天然力 属于没问题 那这道题就选出来了 考试的时候 这个征税范围 跟后面的税收优惠 结合的时候 我们也要能选出来 也要能选出来 好 下面再来看 说下列各项 关于资源税规定的表述中 争取的有哪一个 A 出现了出口 对不对 它这里说 出口的话是免征资源税的 出口不免不退 错了 来看B B是进口 进口不征 对不对 进口不征 出口不退 没问题 C 所以他说 将资产的铁源矿 用于继续生产铁金矿的话 在移送时不缴纳资源税 铁源矿属于应税资源 铁金矿也属于应税资源 好 拿着应税产品用于连续生产应税产品 那么在生产领用的环节 不用缴纳资源税 没有一点问题 对吧 好 C是没问题的 来看D D说 将生产的铁金矿 继续用于冶炼的 那在他移送的时候 交不交 铁金矿 它是属于应税资源 没问题 那用于也链成什么样 也链成钢铁呀 那钢铁还属于应税资源的吗 不属于了 钢铁它就是非应税产品了 拿着应税产品 用于连续生产非应税产品 移送的时候 要缴纳资源税 对吧 那这个他说不缴纳 那他就错了 这道题就选B和C 再来看核心考点二 是关于资源税的积税依据 和应纳税额的计算 首先呢 在算资源税的时候 有从价的 有从量的 对于大多数的应税资源 它都是从价激增的 我们先来说啊 从价定律的这部分 从价定律 你肯定要确定销售额 对吧 因为关于税率呢 考试时候一定会给出来 所以重点就落到了销售额的确定上 那销售额 它不包含增值税 不包含增值税 是一个价贷税 它就没有包含的时候 所以这个啊 你应该非常熟悉了 是一个不含增值税的金额 考试的时候 如果说 这个资源税呢 给出来的是一个 价税合计金额 怎么办 要进行价税分离 价税分离的时候 用到的税率是多少 除了天然气 是9% 进行价税分离之外 其他的剩下的 所有的应税资源 都是13%的税率 这块注意一下 好 接下来第二个啊 关于资源税这块 关于运杂费用的规定 需要特别留意 它跟增值税规定不一样 跟增值税里怎么说 增值税的销售额里 是包含价外费用的 但是在资源税这块呢 相当于它的销售额呢 就是一个金额 它是不包含运杂费用的 但是这个运杂费用 你得符合条件 你必须得同时符合 这两个条件 才能从我们的价款里 减出出去 拿两个条件 第一个是已经 进入了销售额 第二个你拿到了核威发票 这体什么意思呢 我们举个例子 假设现在 纳税义务人呢 是这个煤厂 它采煤 把开采出来的煤 对外销售 好 销售给一起 合同约定 不含增值税的价款 是1000万 然后呢 又说这里面 其中包含运杂费用80万 那这80万能不能扣 首先第一个条件 这80万已经在价款里 包含进去了 第一个条件满足 那第二个呢 是这个煤厂 已经取得了第三方运输公司 开给它的发票 开给它的发票上 著名的运费呢 也是80万 那这种情况下啊 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 它才可以从价款1000万里 进行一个扣除 需要大家注意啊 运杂费扣除的时候 它是有条件的 好 在考试的时候 你一定要特别留意 题目中给出来 你这个数字之间的一个 包含关系 一个逻辑关系 如果说 题杆中给出来的字眼呢 是其中 是包含这样的字眼 那么接下来 你再去看看 是不是取得了合规发票 如果有的话 那你扣几扣出去 好 如果说 题目中给出来的是 另外这样的字眼 说现在呢 这个销售价款是1000万 另外收取了运杂费 是80万 这80万你还要减吗 不减了 因为本来就没包含在 销售价款中 那你要加吗 也不加 对吧 也不加 对 所以呢 一定要包含数据之间的这种逻辑关系 首先你看它是不是已经进入了销售额 好 这是运杂费这块 再次给大家强调的重点之势 因为它跟增值税不一样 所以你要引起重视 好吧 这是第一点 好 第二个呢 下面这些就是 拿着外购的原矿 跟自己生产的原矿 混合混合 最后再对外销售的时候 关于外购的原矿这部分呢 关于它的以纳资源税是允许扣除的 我们看扣除的时候 能扣多少呢 扣除的这部分销售额怎么定呢 如果是原矿加上原矿混合出来卖原矿 或者是选矿加选矿混合出来之后卖选矿 那这种情况下 你直接扣除外购部分对应的这个金额就可以 直接扣就行 这个非常简单 对吧 就是混原矿卖原矿 或者是混选矿卖选矿直接扣就行 那复杂的呢 是第二种情况 就是拿着外购的原矿 加上自己生产的原矿 好 这两个一混合 混合出来之后 对外销售选矿 你看原矿加上原矿混合一下 对外销售选矿 好 这种情况下 你看啊 在最后算资源税的时候 你肯定是拿着选矿的销售额乘以选矿的税率来算的 对吧 这个没问题 最后卖的时候 肯定是选矿的销售额乘以选矿的税率来算 好 那这里面用到了外购的原矿了 那外购的原矿已经缴纳过资源税了 那这部分资源税你怎么进行扣减呢 所以我们要计算一下 准与扣减的外购应税产品 它对应的销售金额是多少 你能直接拿原矿的这部分金额来减吗 不能 因为最后你在乘税率的时候 你乘的是选矿的税率 所以你要进行一个换算 好 换算的时候 你还记得我们怎么跟大家说的吗 就是圆圆等于选选对不对 圆圆等于选选 也就是说原矿的勾进金额乘以原矿的税率 等于折合出来的选矿的勾进金额乘以选矿的税率 好 那最后你导一下 导一下这个公式 折合出来的外购的选矿的勾进金额呢 等于什么 就等于原案原案除以选 也就是现在这个公式吧 也就是用外购原矿的金额乘以原矿的税率 再除以选矿的税率来算就可以了 这个呢 是允许扣减的选矿的勾进金额啊 那也就是原案原案除以选 好 这个金额算出来了 你在选矿的销售额里给它减除出去 然后再乘以选矿的税率 就把销售选矿对应的资源税就给它算出来了 这个公式也是高频考点 好吧 这一会我们有题目啊 带大家练习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这个适同销售 适同销售的情况下 销售额怎么定 简单看一下就行 那第一个找自己的同系同类平均 自己没有 看他人的 对吧 他人才没有呢 在消费税这里 我们就要看组价了 在增值税这也是看组价 那你看组价的公式 是不是跟算消费税的时候是一样的 没问题 但是这呢出现了第三个 第三个是用于后续加工非应税产品时 那最后用于后续加工非应税产品时 我们用的是一个相当于倒算价格法 用最后这个非应税产品对外的销售价格减去它的利润就可以了 这第三个倒算啊 这个适同销售的这个价格确定 简单看就行 不用自己因为 好下面 我们再说从量的 从量的话很简单 那就是用一个数量乘一个税率 好现在关键是这个数量 是你开采出来的数量 还是说是对外销售的数量 注意啊不是开采的数量 是拿着销售数量和适同销售数量 进行计算的 跟开采了多少没关系 是看你卖了多少 好一定要注意这一小点 那接下来我们就做提借形象 来看这个呢是让计算 企业当月销售铁矿石金矿业务 应该缴纳的资源税是多少 看提借 现在这个铁矿企业 将外购的300万元的铁矿石原矿 与自采的100万元的原矿 混合加工为金矿对外销售 原矿加原矿混合成了金矿对外销售 好现在金矿的销售额是600万元 告诉了原矿的税率 金矿的税率让我们计算 当月应该缴纳的资源税 首先 大的思路是什么 你现在卖的是什么呀 你现在卖的是金矿对不对 那你就应该用金矿的销售额 乘以金矿的税率2%来计算 但是现在呢 你销售的这金矿里面 有一部分是拿着外购的原矿混合出来的 所以有一个以纳资源税的扣除 所以这呢还会扣除一部分金额 好扣除的金额怎么算 也就是咱们给大家说的 它等于原原除以选 对吧 也就是用外购的这部分原矿的金额乘以原矿的税率 然后再除以选矿的税率 或者最后卖的是金矿嘛 再除以金矿的税率 这么来计算 好 这个就是允许扣减的选矿这部分 就折合的选矿部分的金额 好 那你应该这个问号呢 就是300乘以3% 再除以2%来算 你给它带进去 我们这个答案呢就出来了 最后是B选项 最后是B选项 就是严格的话 我们是这么算的 那当然看到这肯定有同学说 哎老师你把括号打开 你看是有什么结果 把括号打开呢 是600乘以2%减去300乘以3% 对吧 那600乘以2%是卖的这部分金矿要缴纳的消费税 然后300乘以3%呢 是外购的这部分原矿 它负担的资源税 好 那我考试的时候能不能这么猎势子呢 我跟大家说 在筑块的考试里 99%的情况下 你这么猎势子 没有错 没有错 但是你要是跑到税务师税法一里 你再这么算的话 就不一定对了 因为它呢 适用有一个前提 就是对于应税产品的购买方和销售方 它必须在同一个地方 同一个地区 你必须在同一个地区的话 你才能这么算 你不在同一个地区 你不能这么算 因为不同地区 它对应的 适用的税率是不一样的 所以不能这么算啊 但是在筑块里 你这么算 一般情况下是没问题的 好吧 但是保险起见 还是推荐大家 用这种方式 好 那关于这道计算题 我们就给大家说到这 来下面再来看核心考点三 关于资源税的税收优惠和征收管理 税收优惠出来了 非常非常重要啊 首先第一个是免税的 免税的有两点 第一个是开采原油以及油田范围内 在运输原油过程中用于加热的这部分 用于加热的原油天然气 是运输所必须的 你没它你就不方便运了 所以它是免税的 然后第二部分呢 是因为安全生产需要抽彩的煤层气 一个是用于运输的 运输过程中用于加热的 一个是因为安全生产所必须的 必须抽彩的 这部分是免征的 然后剩下的这么多情况呢 都是减征 好你看有减征20%的 有减征30%的 有减征40%的 首先要准确理解减征是什么意思 减征20% 你说它最后征了多少 给你减了20% 相当于最后你征了80% 对不对 那跟减按20%征收是一个意思吗 不是啊 减按20%征收 它的意思是直接用应纳税额乘以20% 相当于给你打两折来征收 这是减按多少 但是减征呢 减征可不是 减征相当于给你优惠的金额 如果出现在选择题里 一定要注意表述到底是减征多少 还是减按多少征收 好 这是第一个啊 关于减征这块字面上 你怎么理解 然后接下来这么多呢 就需要你准确记忆了 怎么记 我们在一楼课上呢 给了大家一个小口诀 对不对 是第二 冲五 高筹四 你看这里面呢 20%的少 50%的少 40%的少 大多数的都是30%的 所以把除了30%的这些 你首先给他记住 就第二 低风度油气田开采的原油天然气 是减征20% 冲五 冲田开采置换出来的煤炭 是减征50% 高筹四 高宁油 筹油 减征40% 好 你先把这些记住 然后剩下的中间的这些呢 都是减征30%的 那关于这些30%的 怎么来记 首先 你得数读呀 这些你得认识呀 对吧 然后剩下的呢 再给你一个口诀 但是这个口诀就不要求大家死地硬背了 就是你上考场之前呢 你再看一下这个口诀就可以了啊 那下面这个30%的他的口诀就是 三高流深液 三高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三高流深液 衰 身体很不好 对吧 那这个三呢 指的就是三次采油 高流指的就是高寒流天然气 深水油气田 那这个液指的就是液炎气 好 衰 衰节气矿产 开采的矿产品 那这些呢 都是减征30%的 好吧 还是跟大家说啊 记忆的时候 首先你准确记住 第二冲五 高冲四 然后剩下的这个 三高流深液 衰 最后考前的 看一眼就可以了 好 这个是减征的 来 再来看省级定的 省级定的这些呢 它容易出现在 税收优惠中 跟这些减征的 跟免征的 跟你放到一起 让大家去判断 这个到底是免征的呢 还是说省级来定 你比如说 纳税人开采 共判事 共办生矿 低品位矿 伪矿 开采的这些是免征吗 注意不是免征啊 是省级来定 还有 纳税人因为意外事故 或者自然灾害 等遭受重大损失的话 是免吗 也不是 这个需要注意啊 这两个都不是天然的免征 是省级来定 然后最后呢 关于六税两倍 关于省级在50%的幅度范围里 减征的规定 应该非常熟悉了 对吧 哪六税哪两倍呢 资成印 房地缸 我们再来说一下啊 这写了 资源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印花税 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耕地占用税 都是可以适用 50%幅度的减征的规定 好 这就是资成印 房地耕 50%减征 它是省级来定的 好 那我们关于资源税 它的税收优惠 就跟大家讲完了啊 在备考的时候 在复习的时候 首先这三个层次 你要知道 第一个是免税 第二个是减征 减征不是减多少征收 然后第三个是省级来定 再接下来需要注意的是 免征里这两类 一个是用于加热 第二个是安全生产 所必须的 然后再接下来减征的 这些复杂的规定 记住这一个口诀 然后这个考前来看一下就行 最后省级来定 不要跟免征的 给他搞混了就行 好 这是最重要的税收优惠 来下面征收管理 简单看一下 拿税义务发生时间 都是当日 什么的当日呢 拿税义务发生时间 是收款的当日 或者是索取销售管 凭据的当日 那如果是资产自用的话 资产自用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是移送的当天 那他指的情形是 拿着应税产品 用于连续生产 非应税产品 对吧 这是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纳税期限 按月或者是按计申报缴纳 如果是不能固定期限 计算缴纳的话 可以按次申报缴纳 多少天 如果是按月或按季的话 是月度或季度 终了之日起 15日之内 跟增值税 跟消费税 它的规定都是一样的 没什么特殊的规定 所以考试 一般也不考 按次的话 也是15天 考试也很少考 那纳税地点呢 开采的哪的资源 就在哪纳税 所以说就是 应税产品的开采地 或者是海盐的生产地 那如果是 海上的这些资源呢 你看海上开采的原油天然气 这种情况下 它的纳税地点就是 海洋石油税务管理 机关证管 那你想起来 我们前面呢 讲这个税收入划分的时候 我们说资源税 是一个中央地方共享税 那这里面 海石油企业产生的资源税呢 是归中央所有的 那除了这个之外 剩下的资源税呢 是归地方所有的 对吧 跟税收入的划分 又结合起来了 好那接下来来看题目怎么出 文字性的题目 问你税收优惠 那借口诀就可以 你看第一个A 酬油和高宁油 减按40%征收 好高酬4没有问题 但是这是减按吗 不是 应该是减征40% 对吧 减征40%最后呢 征收的是60% 而不是减按40% A错了 注意这个小的细节 好来看B 高寒流天然气 减征40% 高寒流减征的是30% 高酬4 这个高流呢 是30% 所以B也错了 C 低风度油气甜 第二 20% 对吧 这是30%也错了 来看D 是冲田开采 置换出来的煤炭 50% 没问题 选出来了啊 几口诀 好接下来 来一道计算题 问你这个企业 10月份应该缴纳资源税 是多少钱 来看 现在它是10月份 销售资产原油 取的不含税销售额是5000万 不用加税分离了 这个就是不含增值税的金额 好 在开采过程中 用于加热耗用原油是两吨 这两吨要交资源税吗 用适通销售吗 不用 因为加热的这部分呢 是免税的啊 这两部分 你直接给它划掉就行 好 另外 当月用40吨原油 抵偿债务了 抵债 要不要适通销售 要 这40吨 你要交资源税 好 再来看 原油不含税销售价格是 0.38万元 那适通销售的这部分 它对应的销售额就是 0.38乘以 多少 40 对吧 乘以40 好 接下来 原油的资源税税率是6% 让我们算它应该缴纳多少资源税 那你就把自己销售的这部分算一下 把适通销售的算一下 最后不就算出来了吗 那自己销售的这部分呢 应该是5000万 5000万乘以6% 这是自己销售的 然后适通销售的呢 是0.38乘以40 再乘以6% 这两个一项加 最后算出来了 那这个答案就是C选项 考察的 是不是跟税收优惠结合起来了 对吧 用于加热的这部分 这两顿是不缴纳资源税的 注意给它扣除出去 好 接下来来看一道计算题 那计算题呢 在做的时候还是啊 先看问题 再来读体干 那这个问题分别对应的是123 应该缴纳的资源税是多少 最后问你当月应该缴纳的资源税 那一会我们做的时候 就一项项的来看咯 你看这个体干里面 还有哪些信息 说这个煤炭企业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下属有ABC三个矿山 那五月份发生了一些业务 这里面告诉了我们 当地原煤的资源税税率是多少 习选煤的资源税税率是多少 看见原煤 看见习选煤 你后面的你要小心 它可能会出现 哎 你纳资源税的扣除 好 你记得在扣的时候 扣除的金额 这个怎么来算 等于原原除以选 好 来看 第一个 第一个说A矿山将外购的原煤600吨 与资产原煤800吨 用于连续加工洗选煤 哎 原原加工出来了选 当月加工的洗选煤 80% 使用于销售 取得不含税销售额400万 那20% 使用于底债 告诉了我们 外购原煤不含税单价 是2900块钱一吨 那你看啊 这个 它的整个流程呢 是外购的原煤 600吨 与自采的这部分 自采的800吨 好 混合一下 对外销售的是选煤 好 选煤 这销售了80% 剩下的20% 拿过去抵债了 我问你 你在算资源税的时候 到底是算80%的呢 还是100%的 算他自己销售的 加上适同销售的 对吧 所以要算100% 这部分 好 那你看40% 对应的是 800 400万对应的是80% 那总共 他应该对应的销售额是多少 总共的销售额 应该是400万除以80% 那应该是500万的销售额 对吧 好 接下来算他应该缴纳的资源税 那这部分 总的销售额 减去一部分可以扣除的 最后再乘以资源税的税率就行 好 你现在卖的是洗选煤 洗选煤的税率是4% 乘以4%就行 好 现在这个问号是多少 问号就等于圆圆除以选 圆是多少 圆煤是600吨 卖购的这部分是600吨 一吨是2900 好 600乘以2900 再乘以原煤对应的税率 是6% 再乘以6% 这不就是允许扣除的 原煤的这部分构建金额吗 对吧 但是需要注意啊 你看最后销售额账呢 是400万元 你现在你在计算的时候 这个是圆 所以再除以1万 换算成万元 把这个问号给他带进去 我们算一下就可以了 圆圆除以选 这里少成了 少除了一个选煤的税率 对吧 选煤的税率是4% 除以一个选煤的税率 带进去再算就可以了 那这道题 你直接带进去之后呢 这个得多少 按一下计算器好吧 这应该是用 6 来 6乘以29 乘以0.06 除以0.04 等于260亿 好 你就把260亿带进去 然后再算就行了 最后算出来的结果呢 这个应该是9.56万元 第一问我们算出来了 再来看第二问 第二问是B矿山市衰竭期矿产 衰竭期矿产 看见这三个字 你要想他有税收优惠呀 是减征多少 减征30% 对吧 三衰啊 再而衰三而结三呢 衰竭期呢 它对应的是减征30% 好 一会儿别忘记这个优惠 来看后面的问题 说当月销售原美 6000吨去的 含税销售额是2034万元 要注意加税分离13% 好 再看 后面出现了运杂费 这个运杂费呢 是7.02万元 我们说运杂费可以扣除 那扣的时候呢 都是一个不含增值税的金额 所以这儿 在计算的时候 你是不是用2034除以1加13% 再减去7.02除以1加9%呢 对吗 不对 错哪了 你没有按照我们的思路来做 我们说看见运杂费 你首先判断 它能不能扣除 判断的时候要看两个条件 第一个 这个费用是不是已经包含在销售额中了 那这儿包含了吗 人家说的这个运杂费是另外支付的 另外支付的这部分你还扣什么呀 它本身它就不包含在销售额中 所以不用扣了啊 那所以不用扣 你就直接用这个含税的销售额进行加税分离 再来算呗 对吧 2034除以1加13% 换成不含税的 这就是它的销售额 好 乘以对应的税率就行 现在卖的是原煤 它对应的税率呢 是6% 我们再称6% 完事了吗 没呢 衰减期矿产 减征30% 所以你再乘以1减30% 最后这才是业务二 它应该缴纳的资源税 所以业务二里考察了两个点 第一个是关于销售额确定中 关于运杂费用的处理 第二个是关于税税优惠 好 你再来看业务三啊 业务三是将1000吨自采的原煤一 移送到附设的煤球加工厂 用于加工煤球 那这个原煤属于应税产品 那这个煤球呢 它不是应税资源了 对吧 那你拿着应税产品 用于连续生产非应税产品 在移送的时候要缴纳资源税 那这个移送了1000吨 那你就用这1000吨 乘以对应的销售价格 2800块钱一吨 这算出来了 最后再除以一个1万成6% 你换算成万元不就可以了吗 这个就是关于资源税的一个计算题 你会发现呢 总的来说 其实它不难 对吧 就是这些税收优惠 这些适同销售呢 需要大家留意一下 好 第四问是让算合计数的 直接这三个相加就可以了 我们这道题就说到这 再来看核心考点四 关于水资源税改革试点的实施办法 那这里既然出现了改革试点呢 就意味着不是所有的省份都征收 只是在北方地区 一些比较缺水的省份才征收 你比如说最先征收的呢 就是河北 对吧 那除了河北呢 还有一些宁夏呀 甘肃啊 他们在征收这个水资源税 这个是由之前的费改成了税 说实话 这个考点在去年之前 从来没考察过大家 我们也没有引起过重视 那去年的时候呢 就出现了一道选择题 当然它考的并不难 所以今年大家在备考的时候 你不要上来就放弃 关于这些知识点呢 我们简单看一下 好吧 那考试的时候呢 就根据这些提示 根据我们的常识 做一个选择就可以了 不要去抵触它 不难 来看 第一个 纳税义务人 谁来缴水资源税 纳税义务人呢 他是指 直接取用地表水 地下水的单位和个人 那这个取的水 水从哪儿取呢 从江 从江河 从湖泊 从地下 都算 都算 都是纳税义务人 但是啊 不包含直接从海洋中取水 这个提示里的内容 注意一下 好 下面这些呢 都是不征收水资源税的 是不在水资源税的 这位范围里的 你看他的情形 第一个呢 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农村 农村呢 或者是集齐成员 从本集体经济组织的 水塘 水库中取水的话 不收税 不交税 好 这个是针对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来说的 那第二个 是我们的家庭生活用水 家庭生活用水 也不交 或者是说 零星散养的 一些家庭 你就家里 自个儿养几只鸡 养几头猪 那取用水的话 都是不交的啊 这个是零星散养的 还有家庭生活用水 不交 然后第三个呢 是水利工程单位 调度用水 调度用水 把这个水呢 调度到其他地方去 这种情况下 也不征收 然后456 你看这些 这些都是应急用水 对吧 应急用水 保障矿景地下工程 施工安全应急用水 或者是消除公共安全 或者对于公共地的危害 或者是农业抗旱 或者是维护生态环境 等等这些应急用水 是不征收的 所以大家在记的时候呢 你就记住关键字 就可以了 第一个是农村经济组织 那第二个是我们家庭用水 以及那些农村居民 我们的散养用 而不是零星用水 是不征收的 然后第三个呢 是调度用水 第四个 第四大类的 就是一些应急用水 这些是不属于征收范围的 考试的时候 你看见这些应急用水了 你当然也就不选了 对吧 好 那下面呢 是关于这个税收优惠 税收优惠 简单看一下就行 那不是农业生产用水 规定限额以内的免 超限额了不免啊 规定限额以内的才可以免 然后这个污水处理再征水 相当于再利用的这部分免 然后抽水蓄能发电去用水 或者是采油排水 经过分离净化后 在封闭管道中回注的 相当于也是再利用的这部分 也是不免的 来第三点注意一下 军队武警部队通过其他方式取用水 这个其他方式呢 指的是除了接入城镇公共供水管网之外的其他方式取用水是免的 你如果说从城市公共共玩 供水管网 从那取水免不免 不免 不免 你直接从江里 直接从河里取水 免 注意他取水的方式啊 有一点点 小的不一样 注意一下就行 好 你看他考试的话 咋考 说根据这个改革的办法 那下列应该征收水资源税的有哪些 A 应急用水 那是为了消除公共安全的 你看见了在考场上你也不选呀 对吧 这都是对安全造成威胁了 那你取点水 当然要 就是不征收了 那这个肯定不选 那B呢 又是应急用水 农业抗旱 或者是维护生态环境的 那可以也不征收 C呢 家庭生活 或者是零星散养 倦养 等饮用的 少量用水 这个也不征收 那D 你不选 你就选不出来吗 D也能选出来啊 这是超过规定限额 你看见超过规定限额 这几个字 你就知道 甭管啥用水 他都要来征收 对吧 只不过说 在限额以内的 农业生产用水是免的 那其他的用水 你就没有免成的规定了嘛 对吧 那这个题就是D 你看他考试的话 还是非常浅的啊 留意一下就行 好 那这个是关于我们资源税 总共的内容